印度猴大战家犬 家犬猎杀了小猴子 母亲猴子回到森林 带上猴群准备扫荡 印度村庄的家犬 这是发生在印度村庄的一个故事 成千上万的猴子席卷了整个村庄里的家犬 说明这个猴子的报复心理非常强大 刚一开始猴子的数量少 家犬经常猎杀小猴子 可以看到这只猴子又被家犬拿下 这个家犬也是群猴 数量也不少 现在母亲猴子开始了反击行动 这个猴子从房上干过来了 不走寻常路 这一跳六七米远 可以 这个速度非常的敏捷 现在家犬呢 危险马上叫进来 看一看这个猴子和家犬之间真正的厮杀 这数量太多了 只要在街里遇见家犬 上去就是一根盖 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铺天盖地 家犬聪明的话呀 赶紧待在家中 不要出来 看看这猴子 绝对是攀岩的高手啊 现在主人呢 没有办法 只能帮助家犬 赶走猴子 看看这个猴子啊 调戏大黄狗 关键 关键 这个家犬呢 上不了房子 干不过呢 猴子就跑 这个狠不狠 看一看 这个头啊 直接把大黑狗打跑了 这个看见是猴王啊 个头真不小 一起上啊 这大黑狗啊 被干的有点惨啊 没有办法 猴子最后胜利 疯狂的蛇鸟大战 看看啄木鸟 很聪明 把自己的巢穴啊 溅到了树洞里面 这个小鸟非常的可爱啊 母亲呢 也很到位 出去捕食 给小鸟 但是啊 今天迎来了不速之客啊 这就是毒蛇 毒蛇的主要食物啊 就是鸟蛋 包括鸟类 一些雏鸟 擅长于爬树 嗅觉呢 也非常好使 看一看 整个吞下去啊 这吃的是真香啊 好胃口 狗木鸟回来了啊 但是自己的洞穴啊 已经被毒蛇占领了 这就是蛇鸟大战呢 开始 现在 狗木鸟不敢回来了 回来的话非常危险 自己的巢穴啊 抢不回来了 被毒蛇咬住了啊 看看它能不能逃脱 这个嘴啊 很锋利 结果逃脱了啊 这就是鸟类也疯狂啊 群有毒蛇 这回可以啊 报仇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狮子 狩猎的名赏面啊 今天的对手啊 有点强大 他就是马赛人 世界上最原始的两脚兽 今天马赛人准备从狮子的口中啊 抢走食物 现在狮子开始狩猎 目标骆驼 这骆驼的数量可不少啊 关键时刻 马赛人出现了啊 善于奔跑啊 而且喜欢穿红色的袍子 可以带给他们吉祥 直接给狮子啊 造懵了 怕了啊 看看这小飞香 狮子王啊 只能放弃狩猎 根本就干不过两脚兽 而且这还是马赛人 这穿的是轮胎鞋啊 非洲的轮胎鞋非常抗干 直接跟狮子打到一起啊 轻松拿下狮子王 今天马赛人狩猎非常成功啊 干得漂亮 疯狂的水牛 反杀狮子 今天水牛的目标啊 就是小狮子啊 这小狮子啊 一脚一个 水牛可以用蹄子 轻松的踩死小狮子 但是前提下 必须把母狮子赶走 今天水牛群啊 报复心非常强大 这成年的大水牛一顿多重 今天水牛首领 带着他的同伴呢 对狮群展开了报复行动 现在母狮子啊 无能为力啊 跑得快 但是小狮子就废了 看看这个水牛角 非常的锋利啊 这小狮子也很聪明啊 躲藏起来了 知道危险 大石不好啊 但是今天的水牛群呢 绝对是暴平线啊 水牛既然杀回来 就不会撤退 绝对是和狮子啊 决一死战 看看这雄星大水牛 剃口弹子上全是肌肉啊 体格太强壮了 小狮子聪明的话呀 赶紧躲起来 不要动 一旦被水牛发现 水牛绝对不会手下流行 今天的水牛已经杀红眼了 看见狮子就是一顿盖 直接把狮子挑起两米多高啊 这个水牛角还是很好用的 现在给狮子逼的啊 都上树了 狮子啊 最不擅长的就是爬树 今天这个水牛群呢 反杀的非常到位 而且还干死了几头小狮子 看看这个小狮子也够惨的 终身残废 整个后腿啊 被水牛踩瘸了 这可直接踩死 母狮子现在回来了 绝对的痛苦啊 水牛群已经走远 今天呢 狮子有点 败的太惨了 蜥鸟大战花豹 这绝对是大嘴蜥鸟啊 蜥鸟啊 非常的忠诚 终身呢 一夫一妻治啊 看看这个沸沸啊 爬树高手 他们呢 经常吃鸟蛋和小鸟 直接把这个蜥鸟的巢穴给端了 这花豹呢 闻着气味也干过来了 花豹呢 也是擅长于爬树 它是猫科动物当中的狩猎高手啊 现在蜥鸟 赶回来了 现在准备赶走沸沸 这花豹在树上啊 跟沸沸一样 非常的灵活 其实这个小沸沸啊 他们不光吃水果和树叶 也会狩猎一些鸟类 包括鸟蛋 小的狮子 小的花豹 它都会狩猎啊 这个沸沸绝对是荤苏搭配 这个花豹啊 又把犀鸟的巢穴啊 翻了一遍 这个花豹啊 更狠 直接把犀鸟的巢穴啊 整了个底朝上 这夫妻俩啊 真是没有办法了 小犀鸟被花豹轻松拿下啊 刚刚沸沸没有狩猎成功 但是花豹啊 比较凶狠 轻松的拿下小犀鸟 这个沸沸啊 准备跟花豹 大战一场 他们两个就是天生的仇家啊 因为花豹 因为花豹也会经常狩猎小沸沸 沸沸呢 他们属于成群的生活 干起仗来啊 干起仗来啊 就是群猴 看看在树上啊 花豹能不能占到便宜 这个沸沸 这个沸沸 今天数量不是很多啊 他可以通过叫声啊 很快把队友集结过来 看着这一个小犀鸟 这个花豹吃不饱啊 准备在狩猎一只沸沸 这成年的大沸沸 个头也不小啊 牙齿呢 达到了五厘米长 也算是凶猛的动物了 现在开始反杀花豹啊 掉下去了 结果遭到了沸沸的群友啊 结果沸沸胜利